我想要一份這些給她撿來 我幫胎兒買的 一份有多少隻? 十隻 十隻,很划算 五十元而已,很划算 阿姨去了胎日 好,謝謝 好,知道 50元 數那隻? 幾個? 這隻不夠大 那不用說了 買這隻 買一包這隻巨型的 我免得要學 有學的 我知道,鳳尾 鮑魚蝦 差一點 這隻比較大 買這隻 多少隻? 68元 我是月主月好 大家好 買了一份這隻鮑魚 五十元,有十隻 三馬馬 用罐頭可以嗎? 有這麼多罐頭鮑魚 隨便吧,五十元有十隻 買這些都可以的 通常做鮑魚粉絲蝦煲 都用新鮮蝦有殼的 用蝦頭熬的醬汁 吸收粉絲味 不過我今天實在太多 有魚又有雞 不如找一些急凍蝦 這些急凍蝦這麼大隻 68元一包 裡面有十八九隻 我拿了十隻 十隻鮑魚 十隻蝦 好簡單 最快手 半斤的粉絲 14元 買一罐這些 鵝鵝仔 加一隻辣椒仔 一旦灑些蔥 很簡單 這個很快速 快速版的 鮑魚蝦粉絲 鮑魚買回來 就脫掉殼 用一隻羹就可以了 放一些 好 十隻剪掉 剪掉了這個內座 現在就可以洗一洗 好簡單 大家都應該見過我洗 下兩個茶匙的沙粉 就可以了 現在就搓出它 細細力 大家希望它不要 實曬 你明白嗎 讓我現在拿出一些污漬 洗一洗它 盡量把髒東西洗 輕手一點就可以了 這些不斷刮一刮就可以了 不用擦白了 乾淨了 另外這裡有一個鮑魚咀 細細力 一搓出來 這個位置 有一個位置 看到嗎 整個咀 整個鮑魚咀就拿出來了 給大家看看 這個 每隻就拿出來了 其實我拍過很多鮑魚片 都做這個動作 這個不要了 這個先把它扔掉 好 每隻洗乾淨 好 鮑魚咀也拿出來了 好 先去蝦 好 另外這些蝦 好 另外這些蝦 我們基本上不用剝殼 有可能有一條尾 不過它是急凍的 解凍了 現在解凍了 用點鹽 用點鹽 拿去 讓它去一下雪味 好 先浸水 蝦用鹽拿去 兩三分鐘 就要沖乾淨 這些蝦 已經是 起了一條腸出來的了 這些蝦和鮑魚 用一張吸水紙 吸乾它 盡量 我們現在 不斷用一點味道 醃一下 通常蝦 很多時候 朋友都煎過 我以前做粉砂鍋也是 不過這次不用了 簡單一點 加一點蒜蓉 一個茶匙的蒜蓉 少許鮑魚汁 加一點味道 哎呀 一個湯匙 三分一茶匙的老抽 一個茶匙的糖 拌勻 讓它攪拌 好順便 再調一個醬汁 少許蒜蓉 加一點沙茶醬 粉絲就很好吃 多一點 不要緊 一個湯匙的沙茶 吃光了 OK 都要加一點老抽 否則粉絲不夠顏色 半個湯匙 一個湯匙的鮑魚汁 半個湯匙的生抽 兩個茶匙的糖 好 預備一下 開定水就可以了 記得我們還有一款菠蘿 OK 現在粉絲已經浸到差不多了 我們就可以把它隔出來 剛才教了醬汁加了水 現在就先煮一下醬汁 聞到沙茶味 就知道它已經熱了 你看 OK 很好 現在就把粉絲放進去 另外買了一罐菠蘿 倒進去 把這些 鮑魚和鮑魚 好 先把它收小一點 排好去 這是懶人版的做法 怎麼排都可以 慢慢來 這隻很漂亮 OK 不要浪費了 對 OK 開大火 好了 開大火 蓋一下 鮑魚和蝦幾分鐘就可以了 讓它吸收汁 看看粉絲 還未可以 先煮一下 用中火 不要太大火 先焗一下 三分鐘就可以了 好了 焗了兩分鐘 打開看看 得遠未得之間 蝦變色了 不如把芫荽放進去 好 完成 好漂亮 好似好漂亮 開大火 好 看看 剛才有一點醬汁 可以加一點 好 一滾起 過來上 過來 鮑魚粉絲蝦煲出來了 嘩 嘩 香噴噴 這個設計多漂亮 現在中間那邊 有幾塊菠蘿 當然是灑一點 芫荽放進去 裝飾一下 這個就是我和大家分享的 鮑魚蝦粉絲煲 這個很簡單 這些粉絲有沙爹醬味 其實又是那句 你要什麼味 就用什麼味 加了菠蘿 就香很多 大家要清楚一下 鮑魚熟了 鮑魚熟了 其實鮑魚和蝦 真的三分鐘就已經熟 大火這樣煮它 千萬不要過火 過火就很硬 我特地買一些小一點的 50元10隻 蝦都圍到3-4元 這鍋都是大約幾十元 大家就可以在這段時間 又有個鮑魚粉絲蝦煲 嘩 嘩 嘩 煙都出來了 讓我試一隻鮑魚 你看 這些已經熟透了 嘩 你要理解一下 熱辣辣香不香 先把辣椒拿去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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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好 千萬不要再耐辣 三分鐘 整個過程 蝦和蝦都是三分鐘 很好吃 嘩 還沾了少許粉絲 那些 沙爹醬 嘩 多棒 好味道 好棒 很棒 蝦都不相差 再夾給大家看 這種 這樣就可以了 有時候要炒炸 不用了 很多東西要做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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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爽口 剛剛好 很難度高 希望大家可以試一下 嗯 好吃 嘩 嘩 嘩 這些粉絲 嘩 不懂得夾 不要選這個 哎呀 你看看 多入味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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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沙醬味 無敵 嗯 好吃 希望大家有機會試一下 我這個 鮑魚粉絲 蝦煲 我用沙沙醬 什麼醬都可以 希望大家都喜歡 多謝 如果大家都覺得好看 請多點幫我分享給其他朋友看 多謝大家訂閱 越煮越好 女士 美容豐空 好健康 小朋友 包健康 老人家 一定是潤 不用問 那我先煮碗湯 你要知道 然後我這個程序 滾這個魚湯 就包你 有這個效果 記得要先煎透 魚 嘩 多兩塊木瓜 來